今天挑挑那邊旋旋 想買的東西 還拿起來摸摸看 日本二十四小時 零售連鎖店開幕 人潮爆滿 但隨著疫情升溫 醫生林氏璧是日本通 臉書社團發文 要北部民眾繃緊神經 重建口罩天網 而剛開幕的店 人擠人肯定不是好事 就會有住足的人在那邊 然後會稍微塞住 就是人的流動性沒有那麼好 口罩有戴沒錯 可是的確這樣子人太多了 然後大家這樣觸摸商品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疑慮 我動性安排 對啊 只是就是 基本上就是你前後都有人這樣 去都會要求戴口罩 對啊 只要你進去的消費者 保持好自己的自律這樣 應該是還好 實際直擊三層樓 佔地近五百坪 入口處只有一個酒精小賭噴霧 來到熱門商品區 前後左右都是人 尤其狹窄通道幾乎要閃身 才能通過 請全程配戴口罩 保持手部清潔 既然保持睡覺距離 提醒要消費者戴好口罩 不過由於室內比較悶 因此還是有人把口罩 拉到鼻子下方或是戴在下巴 明顯不合格 實際來到店邊可以發現說 現在人潮已經不如 第一天那麼多了 但是在平日上班的時候 還是有滿多人的 其實雖然大家都有戴好口罩 但是安全距離 仍然是其叫滿大便 日系連鎖店強調有座人潮管控 場內維持三百五十個人 一批開放二十人 同時進場避免太擁擠 隨著本土個案增加 防疫也跟著緊張 現在是王船李田 SNS小組來報導